強颱風臉雨橫掃菲律賓後正橫過南海北部 逐漸靠近華南沿岸地區 天文台預測臉雨可能會繼續增強成為超強颱風 暫時未知會不會正面吹襲香港 有鬆之後 臉雨吹襲菲律賓造成嚴重破壞後 星期二進入南海 並且已經進入本港800公里的境界範圍 雖然天文台尚未發出任何警告信號 但就提醒市民 由於臉雨守候可能採取偏北的途徑移動 所以可能在周末期間影響本港 現在是兩個天氣系統的共同影響之下 情況比較複雜 包括東北貴后風和臉雨 臉雨的預測途徑相信都會存在著很多變數 我們會密切監測它的情況 我們預計臉雨會有機會增強 即再增強做超強颱風 根據天文台的分級表 當風暴的中心風力達到每小時185公里或以上 就屬於超強颱風 而木浸臉雨的中心風力是175公里 距離超強颱風級數只是差10公里 天文台預測未來幾天 華南沿岸地區的風勢會逐漸增強 而香港接近周末時就會有狂風遮雨 海面也會有湧浪 天文台呼籲市民要密切留意著最新的天氣情況 這次可以再送給我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